剑是宝剑的剑 剑叶龙血树 是在蒙娜县西双巴娜特有的一个树种 这棵 你看 它的叶子 看见没有 正对面的这个 叶子像凤梨一样的 它的叶子像宝剑 叫剑叶龙血树 对 这个剑叶龙血树 对 就是一个叶子像宝剑 那么这个树它非常奇特 就是主要分布在东南亚 那么过去呢 一直没有找到 那么它的树干上呢 可以坦出红色的树叶 这个红色树叶是非常著名的中药 叫血结 血结 啊 那么过去的血结呢 都是从印度进口 从这个柬埔寨进口 后来七十年代呢 就是裴老师和这个 呃 蔡秋涛教授带着裴老师 七十年代发现了 在云南有 而且有好几个种 其中这个种呢 叫剑叶龙血树 像剑一样的 就在西双巴拉分布 主要分布在蒙拉县 就分布在这一带的石灰岩地区 这是老百姓 他们从山上移下来摘的 摘得非常漂亮 非常著名的药物 血结 非常著名的药物 Dragon blood tree ok Dragon blood Dragon blood tree 我们下来就知道 这种布团的药物 还在这种布团的石灰岩地区 对这种布团的石灰岩地区 是在地区院里面的石灰岩地区 感谢观看